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想到人们奥巴马 这算美国培养出来了 我就注意到我研究奥巴马的演讲 我就注意到很多人评价 说这个是总统当中相当具有历史感的一个人 这人一说话不烦 他学者底子 哲学的底子 而且人家能够从林肯总统当年的什么I have a dream 回顾美国的这种历史 这种历史感 这种人文素养 你看在奥巴马身上 这体现的 这就是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一种精英 对 是吗 对 现在我们就缺失这个 如果你让学生来谈论这样的话题 他是无法完成 他的记忆就是非常短暂 他可能记忆就是两三年之前的东西 在这之前的东西他全部忘了干干净 朱老师 你平常跟现在的大学生的接触 你觉得他们这个所思所想或者所担心的是些什么呢 就是职业 职业 就是找工作 就是找工作 他们从大学第一天开始就是职业焦虑 这个焦虑是由家长带来的 因为家长给你好不容易帮你选择培养你花那么多钱 那当然希望你赶紧毕业以后赶紧赚钱来回馈你的家庭 这些学费也的确负债很多 很多家庭是很贫困的 中国教育现在非常惨 就是他的整个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在占这个整个家庭收入很大一部分 所以他们可以理解这家长心情非常迫切 而学生呢是受到这种压力 所以他从进校第一天开始 他就是一个就业的焦虑 非常强烈 真是 我觉得他三年了 有一个广州有个孙志刚你记得吗 这个一个活泼打死的那个大学生 他后来我看对他就是我们采访他的父亲啊 你看他一个农民的这个兄弟吧 他儿子这么惨给打死了 但是你知道他接受采访他说的是什么呢 说就说我们培养这个我这个孩子大学生 我们给亲戚村里的亲戚都借了钱 我们投资了多少 但是你看现在这人给打死了 我们这个投资怎么 学本乌龟 学本乌龟 他是这么想 这是个中国传统 你知道以前中国传统 大家都在农村务农 你要花两三代人的力气 才能够腾出一个人 他是不用下地干活 就在那好好读书的 然后这个人 全村养着 对全村养着你的等于是 然后养一个人出来 考上了进士当了官了 他会回馈 你要回馈全村人吧 这是这是从来我们中国考试就有这一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呢 从来就很现实 对吧 但这个现实呢 你比如说我要是大学生 我也觉得这没什么不对 当然我得考虑 我找什么工作 可是问题是一些困难是怎么造成的 你追根素颜想 我在手机短信线收到一新闻 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可太惨了 说2008年底啊 10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到了明年2009年 预计将有600万的还是几百万 面临找不到工作 我的天哪 这为什么 我现在除了我自己做学问做研究以外 很大一部分精力要想 这个学生怎么安排 就业 就业 你得想 这是老师这个 老师的责任 这是老师的责任 你要是这个学生这个分不出去 不是 就是找不到工作 你老师会有很大的这个道德压力 哦 不光是老师 我跟你说 我们电视台的领导都有很大的人情压力 快崩溃了 就现在的大人找不到工作 多少人呢 种种的托你 我孩子能不能到你们台 对对对 我的天 你应付不过来的 可是人说这原因怎么造成呢 哎 那天有个学者就跟我讲 说是说啊 这个有个非常要命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大学 他的这个繁殖 他的发展 说跟市场贴得太近吗 中国市场这家伙一日千里突飞猛进 这中国的大学来了一回大跃进 就是扩招 扩招一下子扩招了那么多的大学生 那么可不可以现在造成这个问题吗 对 这个就是当时九十年代 当时主要是要拉 为了 目的是为了拉斗内需 拉斗内需 对 它是一个正经济战略的一部分 所以呢 这个大学就变成一个 一个带着扩大逆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政敌 因为你大量的家长投资 这个同学生上学 那不需要投资吗 那就是内需就扩大了 所以不但是家庭是这么想的 国家也是这么想的 对 可是呢 这里面有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的 在这样现实 你 当然你说这个扩大内需 不 扩招这个东西 要往回说 已经做不到了 现在是 那现在想的 我觉得该是根本的改变 对大学教育的想法 就是不要再把大学教育当成是一种职业的培训 就不要以为你大学毕业就必然就会有个好工作等着你 大学教育就跟就现在的大学教育就等于以前的中学教育 就以前的中学毕业就等于今天大学毕业 你这么来考虑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在大学学到的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知识 而且你报的目的也应该是这么学 为什么呢 你如果完全把它当成一个职业培训 你有时候会很惨的 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变动的快的不得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记得我在90年代的时候 看到很多大学生念大学要选IT 为什么 你记不记得说IT狂潮的时候 没错没错 对吧 都说这行火嘛 结果毕业了一夜出来那个泡沫就爆了 后来又说搞生物科技 这行火 结果后来出来 这个也过度的学生过多了 现在更惨的是什么 我前一阵子我也跟你说过 在香港一个大学港大演讲 一个读书会 讲完之后就碰到一个内地来的一个学生 他就说很惨 怎么惨 他说他一心到香港念书 为的就是将来要进投行 结果现在是这个行业不见了 这个比IT还在这行业没了 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对吧 你想想看 就现在这个世界是这样 就你如果想在大学盯着就是将来这行很好 我要怎么样 四年后出来这世界说不定就不一样了 就是不是那回事 现在我们正想采取这个办法 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学院 有人文学院 它是两年通识教育 所有的专业 这个最基本的训练你的思维 你的判断事物的这个价值观 是吧 情商乃日 这些东西 这是最根本的 然后把那个后延到两年 但是学生不改了 学生非常专业 他就觉得你们都给我们再浪费时间 他们现在就 第一天进来就想开始直接进入 因为我那个所在的系 那个叫文化产业系 他这个文化产业课程到现在还没开啊 赶紧学习这个文化产业的实用的食物 他必须要马上要进入这个操作层面 他们是非常焦虑的 这种焦虑影响到教室 影响到整个学校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您说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比如说学生他这么想 现在的学生也是很现实 就希望能够学点这个实用的 那是不是他学了这个实用的 将来他到的工作上 就真的就能够有很强的实用的能力 问题又又还有另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的课堂教学跟现实实际上是脱节的 而且脱节箱子永远不可能同步 你哪怕就是新媒体那种IT这种这种专业 永远也 他也是跟现实也是 求实用没实用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现在什么最实用 我觉得当务之急中国需要创意产业吗 现在面临的这个东西 创意产业 可是人家说了 现在在大学里就就抄了就抄了 学生有作弊的吧 教授有抄论文的吧 你说这事怎么创意呢 这就是应试教育造成的 只要我答案是对的 你管我从什么地方来的 所以我经常被我自己的学生抄 你学生抄你的 对因为他当然网上去抄 网上有很多转载的文章 转到后来没有名字了 他觉得这个很符合老师的胃口 看起来很像个师傅到上课 你平常上课也是说这一类有路 这一类路他马上就抄上去 后来我给他不及格 不及格他还抱怨 为什么你不给我挤 我当得很好啊 我说你自己想想 后来他大概发现了 这抄了你的东西他都不知道 回去这才875 后来他还觉得你老师这个对我不恭吧 经常这种事情 真是老师的好学生 想想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不懂 我也觉得像朱老师一样 说是不是落伍了啊 我记得人家文道学哲学的吗 说是原来在古希腊文里 哲学有个意思叫做爱智慧 是吗 我就说这个 爱智慧为友 爱智慧爱知识 不是当然我很无知啊 但是我现在总觉得我需要大量的时间 我对什么都好奇啊 我想知道啊 这不真的不为了什么 很多时候真是我看的跟做节目 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真的就很喜欢 可是现在呢 我的有的这个朋友就说 他的这个孩子 他觉得怎么很没兴趣 可是他的孩子比他还有理 说你那一套 我在网上看 我不也是在求知吗 也对啊 也对啊 也对吧 这该怎么看呢 就现在的孩子 其实知识是并不缺乏的 很多学生很有知识 他是杂素也看了不少 但是就是没有评判这些知识的能力 就是没有智慧 我们知识是足够了 今天知识大爆炸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学生是很有知识的 你问他什么朝代 他都给你背的 哦 也上十天了 对对对 他说什么都知道 但是一碰到现实问题 他判断立刻错误 就是说他没有评判的 关键是我们的教育 没有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评判标准 就是人文精神 他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他评判很多东西 他在这个时候情况下 语境下 他这样评判是那种立场 换一个地方 他有另外一种立场 他是混乱的 他直接是破碎的 他无法勾连起来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我那天就碰见 我觉得你说这个精神的源头在哪 我那天碰见就吃饭 饭桌上有一个人 说他女儿是前前不知道哪一年 北京的理科状元 我觉得那个爸爸 我可真佩服 就讲说我怎么教育我这个女儿 他说我就跟我女儿说 就说你将来找男朋友 你找什么样的人都可以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要快乐 甚至他说的是不是有点主的旗帜 他那意思 你就出国是吧 你就找到一个黑人兄弟 只要你高兴 我都支持你 那当然 而且他就说他怎么培养他女儿 就是说 他说这个小的时候 他女儿这个读书 说那个时候流行看武侠小说 然后呢 他采取的办法不是说不让他看 而是说他帮他女儿买了金庸 古龙梁宇生 全买齐了一箱子 放在他女儿房间里 说你要看武侠小说 这就是最好的 但是我希望呢 你自己能够管理你的时间 你完成你的学习任务 那么你去看看这个最好的 甚至呢 他就说都包括这女儿学钢琴 他都讲了一看到商店 领他女儿到钢琴 买钢琴的地方 钢琴很贵嘛 他家境也不是很富裕 他就跟他女儿说 说有点贵 但是你做一个决定 是吧 让决定交给你 如果你啊 能够说 我能够珍惜这个 我能够每天练一个小时 你考虑清楚 那么爸爸给你买 如果你考虑觉得你坚持不下来 那么咱们就不要花这个冤枉钱 然后他女儿考虑一夜 第二天起来跟他爸爸说 他爸爸我还是想买 还是买 结果他爸爸就真的给他买了 买了之后 这女儿还真的是每天 一个小时 有时候这都睡着了 但是他就 他就要谈这一个小时 所以我跟你讲 这就是刚 我们那天讲的自律的问题 就你越早让一个孩子 开始学习 自己决定 自己负责 他就越能自律 他将来就会越好 我们今天就有两个方面的偏向 一个是把大人当小孩 一个是把小孩当大人 来解一解 就是说你给小孩教育全部是成人化的教育 是吧 浪灶按照成人一样的去做 但是实际上他人格是没有法语成熟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小孩的这种教育 从小就是灌输 用这种宣传的方式进行灌输 没有童趣 没有童趣 算是童趣了 对 反而学会撒谎 你比如说那个北京那个做的这个片子叫福娃 是吧 对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宣传品 他没有童趣 所以没有没有视察 人家不喜欢 他没有从心理上征服这些小孩子 是吧 你跟那个那个为什么说迪斯尼的东西好看 他就知道儿童心理是什么 他是以将心比心的来进行教育 我们对于成人呢 恰恰把他们当做小孩 管的 这个比谁都远 嗯 你说这样 你就说那天咱们还说这个中国人大校长这个季宝成讲的 就大学里现在咱们这大师到哪去了 是吧 这种独独立的创造独立的什么 但是这个好像都要由你说他让他自己选择是吗 嗯 其实讲刚刚这几天我们讲考试啊 考试当然我们说很多问题 但这是中国伟大发明之一吧 就后来西方很多国家就学这个了 因为就这个考试来比如说选取官员选取职业或什么呢 是比你按你的出身地位血统来的公平吗 就是看你的优秀成就 可是问题是考试呢 我们应该看到他只是评估一个人的综合能力的一部分 嗯 不能够当做全部 这个学校教育就像朱老师讲考试很难免 评估是很难免的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学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但这个评估该怎么评估 是不是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考的 不一定 比如说很多欧洲国家 他们一些教育做的比较好的 像几个北欧地方 瑞典和芬兰 他们做的方法就一定包括 就是让孩子自己评估自己 就是说这个成绩好不好 或者说你你比如说他要求孩子的自己呢 学期末的时候 小孩就幼稚园小学就画画 或者大一点就自己写篇文章 自己回看一下哎我这学习学了些什么 你说一遍你觉得你学了什么最开心 你学到什么你觉得最重要 你自己来回想一下回想一下 他们连这个也都算尽成绩了 过去孔子不知还是谁讲啊 说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啊 对啊 你学不出乐趣来这事儿 还有一个就是加入评估体系的就是你的 就是参加社会公益 嗯是吧你参加你参加多少次社会公益活动 你参加了哪些社会公益活动 你的兴趣爱好 所有整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综合评估你的一个字 而考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嗯考试成绩 这跟我们现在讲收视率是一回一回事情 哎 收视率现在变成唯一收视率 收视率不是不重要 它也很重要 但是收视率之外还有很多东西 对标准得多 对得多元化是吧 它是个综合的评估体系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 现在我们把它单一化了 这个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造成问题了 对您刚刚讲社会公益 我就想起来其实很多国家 比如说像澳洲或美国这些国家 他们一些名牌大学或什么 他们很看重这个学生 你在校外平常活动 你干些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看到一些中学生啊 快要上大学那两年 他会花很多时间 跑到什么社区医院 去照顾老人家 到孤儿院去讲故事 很爱干这些 这一方面就是培养 他真喜欢做社会服务 或者他真有这个兴趣 另一方面学校要求的 就大学招生的时候啊 好大学都得看这个的 你成绩好那是当然的 那成绩好之外 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就看你对社会有没有责任感 你对社会有没有服务 对 我这就是有的朋友啊 他这个孩子在美国读大学的 经常这个孩子跟他说啊 去非洲去什么考察 徐子东的女儿不就也确实 徐子东的女儿就是吗 东东就说爸爸我要到非洲 爸爸你给钱 我要到非洲去考察 是吧 帮助什么艾滋病人等等 他就是很多这种事情 对这个就是完整的教育 人文的教育 对 他就是这样一个框架 而我们现在变成单一的一个成绩 分数教育 最后他的学生形成的这个人格 必来是不成熟的 对 他在其他地方没有法语 在道德上 在这个自律的思想 就是自由的思想 独立的精神上面 他完全没有法语 是萎缩的 而如何对付考试这种技巧 包括剽窃 抄袭 是吧 派老师的马屁 把老师搞定 你把分数就给我了 是吧 这种各种各样的技巧 请老师吃饭的 现在这个 学生 试验 这个是普遍的一些 试验 那老师就去啊 家长 想办法 勤贿 老师啊 那很正常 从小学就开始了 渊源就开始了 我的天 这个是个普遍的 就是完全是个潜规则 就是教育领域的潜规则 是吧 这不这样来长大了 到社会上都是小人精吗 都是小人精 小孩从小就学会 怎么样投机取巧 察言观色 察言观色 他学的是这一套东西 而不是真正的培养 自己的真正的 真诚的那种道德 然后呢 回说两面话 人格是分裂的 价值当然也是分裂的 人格也是分裂的 我就对 我见过一些孩子 他可能是长期的 就在于 其实对他来说呀 什么学校啊 这个父母啊 是个是个刚性的 他没法抵挡 于是他变成什么呢 不加思索的说假话 你跟他接触啊 他很少袒露内心 真实的想法 面对你说个什么 他总是哎呀 好好好 他只希望大家 你别你别骂我 咱们平平经济 把这个事抹平了 完了 就是因为考试本来呢 有某时候某些科目啊 就是一个 你想想看 有些科目 你说学生是不是很认同 他自己的答案呢 他因为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 他不会有很真诚的认同 又或者 其实他并不认同 但是他知道考试 就得答这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越考 他不就越虚伪吗 这还就是成绩越好就越虚伪吗 说白了 就是一切就是标准答案 对啊 活到这做人都得按标准答案去做 你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老聊这个美国大学啊 我说是不是中国的这个 他也确实是形式困难 就是说 你找不到工作 就变成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他超过了一切其他的 说咱能可以悠闲的下来 进行人文的这种逃逸 他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 我现在觉得真的是挺担心 我觉得人文陶冶有独立的能力 很多东西可以在岗位上去完成的 就是说他到了这个岗位 很快就学会了 不需要你在学校里学 实用的 对 而学校里关键是你的能力 就这样子 思维的能力 就是你判断是非 判断事物的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 你到了工作岗位再学就来不及了 文道不是修行的吗 我就在佛教里听过一个理论 就是说 先修根本制 对 然后封闭起来 在一个环境里 修根本制 心里有了根本制 然后再到社会上去 去发展后德制 就你有了根本的这些素质 你到那社会上去 去方便 去圆融 对吧 所以我就跟一个大学生 就问我 该选择什么工作 我觉得我就说 我用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 别瞎想 就是说 人算不如天算 真的即下文道说 你以为你学什么专业 我学经济 学金融 你就有黄金吧 不一定的 将来的社会 这个风云变换 你今天的打算 到最后全落空 你就从我们现在社会上 成功人士来讲 所谓成功人士 然后文涛 你学 你现在这一套东西 是大学里学来的吗 不是 大学肯定没关系 大学也不是学当主持人的吗 不是 不是 大学主持人 专一点用都没有 大学里学主持人 有啊 现在也有点专业 可是我 我想说就是说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 变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以前呢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 打同一种工 而且是在同一家公司 同一个单位打工 后来的人呢 就变成 打一种工 但是换好几家公司 而现在的最新的统计是 在全世界平均一个人 就90年代以后 一个人 一辈子 可能会干过两三种行业 这 对 这说明什么 就是说 你大学 你本来想干这种行业 你去念这个 念出来之后 可能干了没多久 你就会转行 对 那你转行的基础跟能力 就是刚刚您说的 那些基础能力了 所以今天的基础能力的训练 要比专业能力的训练重要多了 就是面对 就是面对完全无法预测的这个未来 对 你只有练你的内功 对吧 到最后这人 你看平常咱跟朋友谈话 你都知道 比如跟周老一说话 你就觉得 哎 我说的话 他全听懂 极强的领悟能力 对 电闪一样的反应 对吧 哎 这人到什么行都要靠这个 到什么行当都行啊 对 对吧 沟通能力 表达能力 领悟能力 收集资料的能力 这是你干任何行业都需要